豆腐的11种吃法 没错 在蛋仔吃豆也可以玩出花样 在这张地图里 无论是绿色的一分豆 黄色的两分豆 还是红色的五分豆 通通可以换成花样吃 先把旁边的五分豆吃掉 开开胃 静止走到第一道菜面前 第一种煮黄豆粥喝 煮出来的黄豆粥不仅清热解暑 还特别适合减肥厌食的小伙伴们 喝完感觉神清清爽 第二种包粽子吃 把一分豆包进了粽子里面 一分豆馅的粽子 我保证你们没有吃过 不得不说做着脑洞可真大 一口下去软糯香甜 肚香思液 值得点赞 第三种做成雪糕吃 虽然现在已经入秋了 但是还是抵不住这炎炎夏日 来上一口黄豆雪糕 瞬间感觉清凉解暑 第四种烤着吃 小心这年头 应该没有人可以拒绝一场烧烤吧 这里有烤肉 烤香菇 烤丸子 这两分豆 一看就只都是一把烤玉米粒 本来一串都吃不饱 而掉下去这么多 没关系到最后给你一次性吃个够 第五种 穿成糖葫芦吃 前有烤玉米粒 后有糖葫芦 只不过它从两分豆变成了五分豆 这次我们可要小心点吃 千万不能给它掉下去了 走到边缘就开始小心走位 毕竟不浪费食物的蛋 才是好的 五分豆果然比两分豆好吃多了 一会就炫完了 再下一个是做成果冻吃 豆子的口感非常Q弹 就是实在是太少了 切两颗豆 还不如我的冻冻好吃 毕竟冻冻也是果冻做的 我心里看 哇 装备都升级了 乐迪超级加速 哇 这比我之前的加速还要快 第七种 让它舒服的变多的 呃 这是啥意思 该不会是作者打错字了吧 不管 先吃为敬 吃完还可以在上面躺着睡一觉 美滋滋 第八种 炒蘑菇吃 红色的豆子 见绿色的蘑菇 吃饿是什么奇怪的搭配 可不敢多吃 毕竟 所以大家见到来历不明的食物 千万不要食用 第九种吃法 深吃 保留豆子的原汁原味 像我们平时玩吃豆闯关类地图 都是这种吃法 第十种 煮成麻辣烫吃 这老板也太小气了吧 端过来的麻辣烫 就只有一颗五分豆 根本吃不饱 最后一种吃法 煮汤喝 豆子的精华 全部融入了这锅高汤中 好吃 会吃 但是我们目前才吃了424分 只有3000分 还有2500多分 这豆子不够吃怎么办 来来来 只要你穿过这传送门 就给你吃个够 这一键门就是满满的豆子 吃不完 根本吃不完 这里简直就是吃豆的天堂 旁边的这几个蛋 都已经饱得满地打滚了 而做这些菜品的蛋饭子厨师 就躲在这堆五分豆里 我愿称它为蛋仔岛厨师 得想办法把它抢回家 这样就有吃不完的五分豆了